我们掌声有请 台湾慈敬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原院长 山东大学医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林安吴先生 那林教授啊还是山东大学医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的特聘教授 东华大学荣誉讲座教授 原会书目的院长 他为我们带来的主题演讲是 国权经典 身心实践与世界和平和亲 主委同道 刚刚听汪奶奶唱作巨家 我一直觉得生命的确是在这样的一种生生不息 而让我们整个生命能够心于师立于于成越 而不断的一直在一步一步的在开展中 我今天跟大会提的题目相续以下 严肃许多 国学经典 身心实践与世界和平 经典可以为常经可以为典耀 经典是脆立过而在整个历史上一直流传下来的 它是道的表征之一 而所谓道 讲是存在的价值的智慧的实践之源头 所以我们讲自于道 自于德 讲道生之 得序之 而我们不断地在诠释经典 在生活中诠释 在生命意义中继续增长 也在这里有着一个创造性的转化 和不断地创新性的发展 整个经典跟诠释跟实践是互动跟循环的 经典不离生活世界 生活世界也不离我们的身心实践 我在大学教书四十多年了 在民间讲学也四十多年了 我最常感受到最强的问题就是 不要误认为咱们的经典 只是生活的应用而已 它其实是可以上升到非常高的程度 它是有理论的 更不要误认为咱们华夏民族 只有应用性的思维 没有理论性的思维 更不要误认为我们没有科学 我们只是近现代的科学转换 那个过程 那个典范的转移慢而已 更不要误认为我们没有法治 只有道德 其实儒家讲礼 讲阅 讲刑 讲证 刑法 这个证令 这个行不止我们一般所说的刑法 它是讲个制度结构的 周礼 礼记 礼里里面都有这些非常丰富的资源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重新去理解 二十世纪是整个中国民族 一直在追求如何现代化的事情 而其实到二十一世纪的现在 我们应该有机会重新反思 在现代化 在现代化之后的全世界里 咱们华夏民族 中华民族 对这个世界能够有一个什么样的贡献 该是我们反思整个现代性 现代性之后的年代了 而不是一直停留在 呼唤着我们要现代化而已 这一点是重要的 所以国学经典的阅读是必要的 国学是非常广泛的 包括万有一切 但是我们还是要有所聚焦 我建议就在如道佛三教的系统里 那你在阅读的时候 因为现在信息非常发达 一定要有所抉择 我建议先论语 道家的老子 再来是佛教的 譬如说你可以读读他的 波尔心经 或者他的六十弹经 第二轮你可以读读孟子 再读庄子兰华真经 再读金刚经 第三轮大学中庸 然后你再读我们现在接下去 因为你庄子很大的一部 那你当然还可以读青济经 庄子很大一部 原来读念七篇 后面你可以再加上秋水篇 加上在诱篇 或者加上其他篇章 慢慢在这过程里面 其实加起来不算太多 你每天花一两个小时去读它 不经几年 在如道佛三教的最基本经典 你熟悉了 现在这个问题比较严重的是什么了 我们现在谈国学 基本上有没有回到经典 回到我们的生活 回到我们的生命 能够交融地去面对它 去深入它 还是只是浮泛的 大家只讲国学而已 这一点是值得我们留意的 那么这些道理 学习的过程里面 现在非常方便 比如说你在很多频道里面 都可以看到 在网上都可以看到 当然你必须要选择 如实地能够把 如道佛三教的经典 说得出来 这时候常强调了 如强调敬而无望 道强调敬为造军 佛强调敬而无染 三个敬字 一个是尊敬的敬 沉敬的敬 一个是安静的敬 另外一个是干净的敬 这三个 一个在立志上用功夫 如家强调主体的自觉 一个强调在平心静气上 用功夫是道家的 佛教在念头上下功夫 主张以无念为终 这一点是各有不同的 在这样的发展过程里面 你要能够了解到 我们的如道原来是同源而互补的 它都是生生法 这要回到生生 生生它有一个道 而生养这一切的 所以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路 道生之 得序之 而人从主体的自觉讲 至于道 至于得 一于人 有于义 而这里 很重要的就是 儒家是生生法 佛教是无生法 无生法是 基本上它原先重点在 讲自我的解脱 但是到了中国的佛教 它的无生法又跟儒 跟道的生生法 融通一致的 所以无生 因此而转出了生生 生生繁其为无生 这大圣佛教 大圣菩萨道 在中华大地 绽放是特别了不起的 但是佛教人士 很多不了解儒家 常常把儒家讲为 只是生灭法 只是世间法 这是不对的 儒家重视生灭法 这个层次 但是最后要 往上超越到无生法 而这个无生法 也是报家 超越到生生法 生生制造化之源 这是一个本体生体论系统 这一点是重要的 我想今天讲这些 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理论 其实并不难了 因为顺着昨天一直到现在 我想我做这个概括 这个大会的安排 刚好是很有趣 所以佛教在中国来讲的话 已经不是限于个人苦业之佛 而是生生之成全了 这一点就是把儒家所强调的 就融同为一 这一点就是我们强调 三教融同为一了 这三教融同为一了 你要怎么去理解 这一点是很重要 这里我用了 如日报月佛天心 自觉自然而安自在 有些先生把佛拿到前面去 讲佛日如月到天心 这我想是不合理不重理的 如本生生之法 孔老夫子三师书定理月 赞周易修春秋 师言至 师温柔敦厚时之教言 书疏通之远 书之教言 师书 师掌养我们的性情 书经 让我们有共同体的智慧 而进一步 我们理讲分寸节度 阅讲和和同一 师书理乐都通了 才能赞周易 赞周易是能够参造化之为 省心念之机 而观事变之事 因此 孔老夫子进一步来修春秋 修春秋 春秋王者之事 春秋欲褒贬别善恶贬天子 退诸侯讨戴福 一句公养学家所说的 从巨乱世生平世到太平世 这里隐含着一个世界和平论的思想 是一个太平盛世的思想 这里也就是李济李运大同篇所说的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思想 所以六经它是一个完整的教养系统 你从志气新发共同体智慧的养成 以及你分寸节度制度的重视 以及我们内在生命的和乐跟大宇宙的和谐 如此才能够参造化之为 省心念之境 观世变之事 这样这个世界共生共壤 共存共荣 要迈向和平的 所以我们这么来看的话 儒家我们在谈不能够自贬为 只是世间法 儒家是世间法上升到生生法 佛教也不能自贬为只是无生法 他的无生法 他进一步融赏了儒家 道家的生生法 因此有进一步的理解 所以这样的一个相互融通里面 我们可以发现到 这三教的经典 其实是爱好和平的 我们经典 我们的宗教 基本上是回到我们生命的本体去说 你的心理跟道体 跟宇宙的共同体是同一个体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的宗教 是以信仰者做出发点 所以我们是决心的宗教 跟西方的宗教 投向那超越了绝对的 唯一的人格神的宗教 作为信靠的宗教是不同的 我们经典里面找不到 就是真理道路生命的 我们经典很客气的会是说 无义无弊无故无我 会说天和原灾 四十行焉 百物生焉天和原灾 我们不会说从一神论的 最高的人格神 往下说 上帝说有光就有了光 于是把它分成白昼跟黑夜 我们是气的感通 而不是话语的论定 所以我们基本上最重要是回到存在的律动本身 回到存在生命生生的律程本身 而不是遵守那超越了绝对的唯一的人格神所下的指令 所以因此我们的文化是多元而一统的 是生生而不习的 是共生共长共存共荣的 我们是个王道之士 王这个字 上面一横是天 最下一横是地 人居天地中 人法地地法天 天法道道法自然 天行建 君子自强不习 第四分君子也厚得债务 我们讲三财者天地者 所以我们不是以人类为中心 不是以人的理智为中心 不是以人的此生此事为中心而已 我们是以人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战的起点 参战 参者参与 战者助成 参与而助成天地 参战天地是造化 所以我们在这里 有我们的责任 近当二十一世纪的 人类文明到了一个新的年代 也是华夏文明 反哺人类文明的新的时代 人类必须好好检讨 这两三百年来 整个国际上的逻辑 是一个霸道的逻辑 更严重地讲 应该叫霸权的逻辑 我们不能够顺这个霸权的逻辑继续往 继续因此而下去 所以我们强调是命运的共同体 强调是生命的共同体 强调生命如何生生不息 如何共生共长共存共荣 所以我们看儒家的经典也好 道家的经典也好 佛教的经典 乃至扩大军史史籍去说 刚刚前面的学者提到 苏东坡也好 欧阳修也好 乃至其他我们都可以发现到 这就是我们所掌域而成的生命本身 这个生命是要大家共生共长共存共荣 中国的强盛代表着人类文明必须重新调整 而这个调整不是我们显示出我们很强大而已 我们要显示出我们的温 良 公 简 让 温厚 良善 公斤 简约 谦让 有谦让这个世界才有可能有新的发展 所以我们在国际上所要表达的 是一个更高阶的 从道的观点看这个世界 是从全世欲的观点看这个世界 因为从全世欲看这个世界 我们就知道我们只是这个世欲 这个世界里头的一小部分而已 而全世界也应该这么看 当前世界的霸权之所以出问题 就是因为他只从他的观点看这个世界 他认为他这个观点就是世界的普遍真理 这一点我们从来不这么想 我们有一个言以无言 言起于无言的传统 所以我们最后不是进到那个logos 以那个logos做核心 所以我们不是logosentrism 我们不是理智中心主义 不是一个智体中心主义 更不是抓住了那个东西 作为这个世界唯一的主导者 所以我们不是一神论的信仰 我们是觉性的信仰 这个觉它是陆生字 闽南话 河洛话 就是觉 从内在一个觉醒 这个觉醒是人人可觉醒的 各个族群 各个天下 各个地方 都是可觉醒的 正因为如此 我们是一个真正的王道文明 我们真正的是一个 要以人政施行于天下 所以早先在战国时代 孟子已经提出了 我们是跨过 孟子是跨过诸侯国的概念 孟子讲人人亲其亲 掌其掌和天下平 我们这个时代 我们要跨过Nation State 现在西方霸权国家 所说的国家 正体这个概念 我们要朝向人类 全天下的和平思考 这一点是整个中国文明 最可贵的中国经验 里面所隐含 足以让我们阵容发挥 足以让全世界 能够重新来思考这个问题 天地之大德约生 天地之大德约生 生这个字 就是一株小草 从泥土里头生出来 我们说 一只草 一点鹿 就这么一点点 我们都正是他们生命 这个生命 它该生长 我们期待 我们相信 由于华夏文明的复兴 由于我们经典 重新被理解 被诠释 好好的跨过 二十世纪 我们的反传统的时代 跨过那个年代 好好回到我们的经典 迎来一个新的 经典的重新复兴 迎来一个新的 更好的发展 这个世界将会 有机会 和平 我们的学习 可以从 两岸的和平 到东亚的和平 到全世界的和平 这个和平 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也不是那么艰难 只要我们 温良 公 简 让 已得知 那是的的确确的 是可能的 最后 我愿意 打从心里的 很感恩 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场合 在半个年多以前 和德毅先生跟我谈到了 有这样一个盛典 我非常佩服 能够找到 能够 召集了那么多 天下的豪杰 天下的 道友 这个道是 治愈道的道 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 狭隘的 修道的道而已 我们相信 治愈道 居于德 医于人 游于义 我们相信 尊道而贵德 道为根源 得为本性 如其根源 顺其本性 这个世界 一定会美好的 我们在这里 一方面 坚信着 一方面我们努力的 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生长 生长 生长 能接地气 能通天道 让陆乎本心 能不乎尸体 能通达一八方 我发言到这里 谢谢 好 非常感谢林安吴先生 好 感谢 好 非常感谢林安吴先生 我们的这个 时间到 就是分析型的 林安吴先生 刚好在 倒计时的 年最后三秒钟 准时结束 对 让我们 接着 林先生 各位我们的 好老台湾的 男嘉 刚才 曾无知到 三个维度 他在这 讲的非常深刻的思想 深度内向的地方 也让我们 好 接下来 我们马上迎来 就是中国 东方中原院长 林晋方总部长